小姨 要成回来啊 到了那边给我们写信啊 遇到坏人 叫报我哪吒的名号 不用担心我 到了叔父家 我会帮着你们 注意一下外面的消息 我们可是商人世家 没准还要经常回陈塘关 做生意呢 这个给你 你可真能打 木头永远是我们的朋友 谢谢你们 再见 哪吒 我们也快回去吧 最近事情可多了不少呢 还不都是东海那群家伙在作怪 我正要去会会他们呢 不要胡来 家中长辈们都很忌惮东海的 哪吒 东海势大 不能莽撞 放心 我心里有数 现在想想 我确实莽撞了 父亲教过我们弓箭 对付蜘蛛精的时候 要是有弓箭 或许木头就不会 父王 按照这个进度 再有几年 祖龙神器定可以再现天地 几年 不 太慢了 海儿 不要忘记我们龙族的血统是何等尊贵 龙凤大劫前 我们可是天地主宰 如今却要臣服于天庭 只要得到祖龙神器的相助 何愁大事不成 可是父王 天庭虽势弱 但上古传承的底蕴还在 我们是不是在耐心些 底蕴 那点抵御 只勉强够抵御天妖吧 继续抓紧搜罗天才地宝 祖龙神器 需要更多的先例滋养 是 父王 我这就去安排 蝴蝠精 那件事你可想好了 三太子的吩咐 怎可不尽心尽力 只是 您答应的报仇 放心 难道我们东海 还会食言不成 多谢三太子 我这就去办 记住 最后一个孩子至关重要 要慎重挑选才可 是 你们两个 站住 三太子 您有何吩咐 虾将和蟹将回来了吗 两位将军 前几天外出押运宝物后 一直没有回来 这两个家伙 大哥 我们真的要跑啊 不跑怎么办 丢了宝物 三太子不会放过我们哥俩的 可是就我们俩这点本理 法宝又被哪吒毁了 能跑到哪儿去 全都怪那个哪吒 害得我们有家不能回 终有一日 大哥 小点声 哪吒那个家伙 耳朵可灵着呢 你被那个娃娃吓破了胆不成 原来是你们 哪吒来了 快跑啊 好凉啊 你是 你是熊羊王 算你有点眼力 我问你们 蜘蛛精是不是在为你们收集宝物 不是 不是 是 是 是什么人害了他 蜘蛛精大人遇害了 哪吒 一定是陈唐光的哪吒干的 我们的宝物也被他抢走了 陈唐光哪吒 是人类 熊羊王大人 哪吒可不是普通人类 他刀枪不入 水火不轻 战门和妖族作对 你也要小心 被他抓住 破了点啊 什么 没用的东西 你才被剥皮 快跑快跑 蜘蛛 熊羊王大人 小的听您拆起 蜘蛛 只要你能找出那个哪吒 我就还你自由 不 不 大人 小的只想追随在您身旁 绝不离开 哼 你的那点鬼心思 当我不知道嘛 一有消息 立刻捏碎他 是 小的这就去办 诸妹 大哥一定为你报仇 有了 有了他 什么大药小药 都休想从我手上逃走 那这快试试 等等 诶 你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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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 哇 薄库啊 看我的 诶 诶 这力气可真够大的 哼 原来哪吒就是这小子 什么人 诶 就看我的 噓 这 你 啊 啊 啊 真不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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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了 怎麼會有這麼弱的腰 好像是隻狐狸呢 哪有會說話的狐狸 一定是腰 無知的人類 敢對我媽媽大心無禮 我要讓你們付出代價 大膽有獸 看我 哪吒快上 冒犯了我還想活著離開嗎 哪吒 你可真會挑對手 我哪知道是這麼個大傢伙 快跑吧 這根本不是我們三個人能對付的 電狐給我纏住他們 放跑了哪吒我饒不了你 嚐嚐我上線的怒火 快閃開 現在知道害怕了嗎 居然還敢嘲笑我 我們狐狸 蛤蟆一族可是最尊貴的血統 蛤蟆一族是很尊貴的血統嗎 上古神獸中 好像從沒聽過有蛤蟆一族 剛才好像聽他說起狐狸 乖乖束手交錢吧 我來試探一下 太危險了 不能去 你看下面 這個傢伙 好像只是在西張聲勢 這傢伙的確有些可疑 試試也好 不過還是要小心一點 喂 你這個大蛤蟆 鬼鬼祟祟地跑到這裡做什麼 大膽 要叫我上仙 不知所謂的小個子 你說我是小個子 找打 和你這弱小的人類糾纏 簡直是浪費我的時間 來吧 你是小血 拳我一拳 你敢毆打仙人 管你是仙人還是妖 果然是故能玄學 追 追 你倒楣倒楣 怎麼會遇到這麼個大膽的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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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羊王 救命啊 你就等小妖女敢做亂 給我站住 你 你 失去人類 居然如此咄咄逼人 看來是不能留你了 大難臨頭還敢裝神弄鬼 看我不揍扁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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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好的 還有心思說笑 快上了 難怪盛名遠揚 果然有兩下子 你這個傢伙 哈哈哈 我的任務完成了 你還是照顧好自己吧 我饒不了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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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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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